大家好,各位早晨 有一次我在街上看到 Fenom第二集的poster 我跟夫人說有這張電影 然後她就跟我說 她還記得第一集說什麼 我真的覺得很神奇 因為我自己是不記得第一集究竟是看過什麼 我唯一一個印象就是 我覺得失望的一件事 因為在我心目中 Fenom應該是一個 Antihero 的電影 一個壞的角色 一個bad boy的角色 但是在那部電影裡 我覺得她跟一般的英雄電影 完全沒有任何分別 她都是打壞人、殺怪獸 完全沒有分別 夫人竟然記得第一集說什麼 然後我問她 第一集是說什麼 她說第一集有個毒魔 哈哈哈哈 OK,你會贏 哈哈 真的沒有得輸 這樣的答覆 真的 第二集是她的故事 是承接著第一集 說回 東哈迪的男主角 她跟那隻 Venom 那隻毒魔 他們兩個人在同一個身體裡 他們之間的相處 是怎樣 簡單來說 就是發展下去 他們一齊生活 不是很習慣 他們之間有很多衝突 後來 在這個時間 出現了他們 一個很大的敵人 就是Woodie Harrison 是她的 她的能力 差不多 跟Venom 一樣 可以當是她身上 有另外一個Venom 所以 他們之間 就有一個衝突 然後打上來 大概是這樣 OK 她裡面有提多其他東西 例如 Woodie Harrison 的背景 那些 但是 都不是一些 相當有趣味的 plot line 所以 都是看打架 老實說 這齣戲 我看之前 我已經是期待不高 當然 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 我知道我自己本身 不是十分喜歡看的 那些 Superhero movie 我都不會喜歡看的 第一集 我也不是特別喜歡 所以 我看的時候 是沒有期待的 我有聽過 有些人說 怎樣都好 過第一集 但是 我就不覺得 我覺得 比第一集 我看完整體的觀感 比第一集 我都不敢說 哪出的水平高一點 因為我並沒有說 因為我要錄這條片 所以我回去 看第一集 只是我自己的個人觀感 因為第一集 我不喜歡的 就是我剛才已經提及過 我不覺得他真的 就是他 Antihero 那樣東西 我覺得他沒有 表達得出來 所以這個角色 是令我失望的 第二集 我覺得 是 越來越遠 知道嗎 去到第二集 第一集 都有氣氛輕鬆的地方 但是第二集 我覺得 差不多 都是由頭到尾 整齊 整齊 都像笑片 那樣拍 那樣 毒魔 那樣 他表面上 很凶狠 但是這隻 百分百 是一隻 ポケモン 他是一個 鞋子 他由頭到尾 說的所有 全部都是為搞笑而說的 OK 首先 第一 一個最大的問題 這齊 是很著力去搞笑 但是 由頭到尾 沒有一個位 一個位 都沒有 我是不覺得 有任何一個位 是好笑 所以 他是很著力去做一件事 然後 不成功 是不是 Epic Fail 這樣是一個很失敗 一個很失敗的嘗試 第二 就是 那個氣氛 是不對 我覺得 距離 Antihero 是更加遠 我覺得 比起第一集 他變成了一隻搞笑的怪獸 無論是 Tom Hardy 和 Venom 他本身 那樣 我覺得 是 我覺得 是 很 很 沒有特色 我本來想 看這齊 例如 看 Joker 看一個奸角的 電影 你都會有一個期待 但 看這齊 我就是一個類似的 一個奸角的角色 可能挺過癮的 完全是 沒有我想像中的那種特色 所以 沒有忍 我覺得是 而且 因為他第一集 第二集 走得更遠 我不期待 他會回到 我期待 這個角色就是這樣 在電影中就是這樣 所以 問題是 你看這齣戲的時候 那個氣氛 你想像一下 他那個氣氛 是 歡樂過 你看 蜘蛛俠 這樣 對不對 數目 你想想 對吧 蜘蛛俠 就是第一代 Toby McGuire 那代的蜘蛛俠 他也有說 他 生活中的困苦 他也有一個掙扎 做超級英雄也很苦 我覺得他表達得很充分 又或者是第二代那個 Andrew Garfield 他裡面穿插一些苦亂 他也有那些元素 他也不是由頭到尾都很歡樂 這齣戲 Fanom第二集 他是由頭到尾都很歡樂 差不多好像童話 好像看那些 以前的歡樂今宵 EYT 那種這樣的氣氛 我覺得是不適合的 然後 他裡面的動作 你看這些 大製作 你也預期 他的動作是拍得好 他那些動作 那些動畫 都不是極差 但都不是好 真的肯定 我覺得 那隻 無論那隻Fanom 和另外那隻 紅色那隻 我覺得是做得一般 他 他是很靈活 各方面 但他們之間的打鬥 我覺得 沒有一種重力 有些輕飄飄的感覺 那些動作是做得很流暢 但 我覺得 不是一些最好的動畫 那些動態 我覺得是有點問題 還有一些打鬥 那些動作 我覺得只是一般 例如 看上戲 那些動作 都不是特別好看 但是 現在這樣想起 我也想起 有一兩個 他裡面拍得 比較好 拍得特別好的 一兩個鏡頭 我也有過這樣的印象 但是 《獨摩》第二集 我是想不起 有任何 一個 我覺得是 拍得突出的 動作畫面 沒有 所以 我覺得這齣戲 無論是娛威樂性 因為他嘗試搞笑 然後不成功 又或者 他的動作 他拍得一般的動作 又或者 他裡面的 角色 無論是 那個主角 《湯哈迪》 和《Venom》 之間的相處 因為他們之間的相處 99% 都在搞笑 都是笑話 然後那些笑話 不好笑 又回到這方面 所以整體來說 我覺得 這齣戲 真的不太好看 我很不享受 對 對 對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這齣戲 比第一集更差 我覺得 第一集 我覺得 有點失望 不是我期待 那種 一個 Antihero 的電影 但是這齣戲 我覺得很失望 竟然是這樣 失望的另一個元素 Woodie Haraldson 我覺得他演戲 是好看的 因為他無論是做主角 做奸角 他都可以好看 我覺得 但是在這齣戲裡面 我覺得 他也救不回這件事 沒有東西給他做 知道嗎 我覺得是 浪費了一些好的演員 那 Tom Hardy當然也是浪費了他 因為Tom Hardy很好戲 看很多其他電視劇 當他做配角的時候 他真的很好看 真的可以 但是這齣戲裡面 是很不適合他做的 其實是 浪費了 我覺得整齣戲是浪費了 OK 所以呢 我給這齣戲的評分 是C減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 佛善可塵 看不看也無所謂 你看了 又不需要去到戒凳 但是 就不是一出 一定要看的電影 很好 好 好 謝謝